原来许燕许普,自从蒙哥哥教会,知书达理,权以孝涕为重。 见哥哥如此分析,以为理之当然,绝无极微不平的意思。 许武分波已定,众人皆散。 许武居中住了正房,其左右小房,许燕许普各住一边。 每日率领家奴夏天耕种,侠则读书,时时将一意叩问哥哥,以此为常。 轴礼之间,也许他兄弟三人一般和顺。 从此,礼忠父老,仁仁博许武之所为,都可怜他两个兄弟。 私下议论道,许武是个假孝怜,许燕许普才是个真孝怜。 他思念父母面上,一体同气,听其教诲,唯唯诺诺,并不为拗,其不是孝。 他有众义清才,认分多分少,全部争论,其不是怜。 起初礼忠传个好名,叫做孝怜许武,如今妈落了武字,改作孝怜许家,把许燕许普弄出一个大名来。 那汉朝轻易急重,又传出几句口号道士。 假孝怜作官员,真孝怜出口前,假孝怜聚高宣,真孝怜守毛炎,假孝怜复田园,真孝怜直除联。 真为玉,假为瓦,瓦登煞,玉抛野,不宜真,只宜假。 那时明帝即位,下诏求贤,令有司访问笃姓有学之事,登门礼聘,撰议至经。 诏书到快基郡,郡守分裕各县,县令平夕已知,许燕许普,让产不争之事。 又知,又知父老公举他,真学真联,幸过其凶,把二人申报本郡,郡守和周牧,解肃闻其名,一同举荐。 县令,县令亲到其门,下车头业,首奉玄勋树伯,被臣天子求贤之意。 许燕许普,谦让不已,许武道。 又学壮行,君子本分之事,无地不可顾辞。 二人只得应召,别了歌嫂,圣传到于长安,朝见天子。 拜无以弊,天子金口欲言,问道, 请是许武之地乎。 燕朴叩头应召,天子又道, 闻清家有孝涕之名,清之连让,有过于凶,朕心佳月。 燕朴叩头道,圣运龙兴,闭门仿落,此乃帝王圣典。 郡献不以臣燕臣朴为不孝,有混圣聪。 臣又是护士,呈胸武教训,精精自首,耕云颂读之外,别无他常。 臣等何能及胸武之万一? 天子文对,加其谦德,即是聚败为内使, 不武年间,皆至九卿之位。 居官虽不如乃凶赫赫之名, 然满朝称为连让。 胡一日,许武至家书与二帝, 二帝拆开看之,书曰, 匹夫而应必照, 事患而至九卿, 此亦人生之极荣也。 二书有言,知足不辱, 知指不黛, 既无出类拔萃之财, 以极流永退, 以避闲路。 燕朴得书, 即日同尚书辞官, 天子不许, 书三上, 天子问宰相宋君道, 许燕许朴, 壮年入世, 备为九卿, 朕待之不薄, 而屡屡求退何也。 宋君奏道, 燕朴兄弟三人, 天性孝有, 今许武九居临下, 而燕朴并驾天渠, 其心祸有未安。 天子道, 朕并诏许武, 使兄弟三人同朝辅政何如。 宋君道, 晨察燕朴之意出于智成, 陛下不若孤从所请, 以遂其高, 一日更下诏争执, 或访先朝故事, 久尽予一大郡, 以斩其未尽之才, 因使辩道归行, 则陛下好贤之成, 与燕朴有爱之意, 两德之意。 天子准奏, 击败许燕为丹阳郡太守, 许朴为吴郡太守, 各赐黄金二十斤, 宽价三月, 以尽兄弟之情。 许燕许朴, 谢恩慈朝, 宫卿聚出锅到十里长亭, 相见而别。 燕朴二人, 兴夜回到阳县, 拜见了哥哥, 将朝廷所赐黄金, 尽数献出。 许武道, 这是圣上恩赐, 无何敢当, 叫二弟各自收去。 此日, 许武备下三声祭礼, 率领二弟到父母坟营, 拜殿了毕, 随即设宴, 便召礼中父老, 许氏三兄弟都做了大官, 虽然他不以富贵交人, 自然声势鹤意, 闻他呼唤, 上不敢不来, 况且加个请字。 那时, 那时, 众父老来得愈加整齐, 许武熟捧酒至, 亲自劝酒, 众人都道, 长文公与二哥三哥接风之酒, 老汉辈安敢见仙, 毕时风俗醇厚, 相当叙齿, 许武出世已久, 还叫一句长文公, 那两个兄弟又下一辈了, 虽是酒清之贵, 相尊故旧, 依旧称歌, 许武道, 下官慈禧, 专取诸乡亲下将, 有须肺腑之言奉告, 必须满饮三杯, 方敢奉闻, 众人被劝, 只得吃了。 许武叫两个兄弟次第拔斩, 各敬一杯, 众人饮罢, 齐声道, 老汉辈呈贤亏欲厚爱, 借花献佛, 也要奉敬, 许武等三人, 亦各隐气, 众人道, 是才长文公所欲金欲之言, 老汉辈拱听已久, 愿得事下。 许武叠两个指头, 说将出来, 言无数句, 使听者毛骨悚然, 正是, 赤燕不知大鹏, 何博不知海若, 圣贤一段苦心, 庸夫岂能策夺。 许武当时未曾开谈, 先流下泪来, 吓得众人惊慌无措, 两个兄弟慌忙跪下, 问道, 哥哥何事悲伤, 许武道, 我的心事藏之数年, 今日不得不言, 指着艳朴道, 只因为你两个名誉未成, 使我作为新之事, 博不为之名, 有殿与祖宗, 宜笑于乡里, 所以流泪。 遂取出一卷策集, 拔与众人观看, 原来, 田地屋宅, 即历年收敛米粟不薄之树, 众人还微笑其意, 许武又道, 我当初教育两个兄弟, 原要他立身修道, 扬名显亲, 不详, 我须名早住, 遂先显达, 二弟在家, 功耕力学, 不得周俊征毙。 我欲笑古人齐大夫, 内举不必亲, 诚恐不知二弟之学性者, 说他因凶而得观, 误了终身明节。 我故畅为西居之义, 将大宅良田, 强奴巧避, 惜聚为己有。 夺吴帝, 速敦爱敬, 绝不争敬。 吴赞茂贪涛之计, 吴帝有连让之名, 国蒙相礼公平, 荣应征聘。 仅卫列公卿, 官场无殿, 吴智亦岁亦。 这些田房奴婢, 都是公共之物, 无其可一人独享。 这几年来, 所收弥谷不薄, 分毫不敢忘用, 尽数开宰在那侧级上。 今日交付二弟, 表为兄的向来心计, 也叫众乡尊得之。 众父老到此, 方知许武, 先年息产一片苦心, 自愧见识低微, 不能窥测, 其声称叹不已。 只有许燕许朴, 哭倒在地, 道, 做兄弟的, 蒙哥哥教训成人, 侥幸得有今日, 谁知哥哥如此用心, 是地背不孝, 不能自治清云之上, 游泪兄长。 今日若非兄长自说, 弟背都在梦中, 兄长圣德, 从古未有, 只是弟背不孝之罪, 万分难熟。 这些小家财, 原是兄长苦证来的, 何盖兄长管业, 弟背衣食自足, 不消兄长挂念。 许武道, 作歌的力田有年, 颇之生直, 况且唤情已淡, 便当老于幽厨, 一中天年。 二弟年富力强, 方思民舍, 一资庄产, 一中连结。 艳朴又道, 哥哥为弟背而自污, 弟背既得名, 又欲得利, 是天下第一等贪腐了。 不为垫辱了祖宗, 一起垫辱了哥哥, 万望哥哥收回侧籍, 了解弟背万一之罪。 众父老见他兄弟三人交相推让, 你不收我不受, 以其向前劝道。 贤坤欲所言, 都则一般道理, 常文贡若独得了这田产, 不见得向来成全二位这一段苦心。 二位若静瘦了, 又赴了令兄常文功这一段美意。 以老汉被余见, 一座三谷均分, 无厚无薄, 这才见兄弟有功各尽其道。 他三个物字你推我让, 那父老中, 有前番那几个刚直的, 挺身向前, 历生说道, 无等事才分处, 甚得中正之道, 若再推训, 便是矫情孤欲了。 把这侧习来, 带老汉与你分剖。 许武弟兄三人, 更不敢多言, 只得凭他主张。 当时将田产配搭三谷分开, 各自管业。 中间大宅仍旧许武居住, 左右屋于窄辖, 以所在素薄之树补偿艳谱, 他日自行改造, 其同臂, 亦皆分派。 众父老都称为公平, 许武等三人, 师礼作谢, 邀入正习饮酒, 尽欢而散。 许武心中, 终以前番稀产之事为欠, 欲将所得良田之伴, 立为益庄, 以善相礼。 许宴许普文之, 以各出几产相助。 礼中人人叹福, 又传出几句口号来, 道士, 真孝连为虚武, 谁记之艳于谱, 地不争胸不取, 做义庄善相礼, 呜呼, 孝连谁可比, 艳谱赶兄之意, 又将朝廷所赐黄金, 大事牛酒, 日日要礼中父老 与哥哥会饮, 如此三月, 假期已满, 艳谱不仁与哥哥分别, 各要纳环观告, 许武再三劝欲, 则已大意, 二人只得听从, 各携七小赋任。 却说, 礼中父老 将徐武一门孝涕之事, 背戏申闻郡献, 郡献为之奏闻, 圣旨命有司经表其门, 称其礼为孝涕礼。 后来, 三公九卿, 交张, 见徐武得性绝伦, 不宜一只田野, 累赵启用, 徐武只不奉赵。 有人问其缘故, 徐武道, 两帝在朝居位之时, 无曾逢以知足之旨, 我若今日复出映照, 使自食其言了, 况方金朝廷之上, 是非相机, 是利相倾, 空非尽身之福, 不如功耕乐道之为御耳, 人皆福其高见。 再说, 燕朴道任, 收其乃兄之教, 各以清洁自立, 大有正生。 后闻其兄高智, 不肯出事, 弟兄相约, 各将印寿纳环, 奔回田里, 日奉其兄, 为山水之游, 尽老百年而终, 须是子孙昌茂, 累带衣冠不绝, 至今称为孝涕许家云。 后人作歌探道, 金仁兄弟多分产, 古人兄弟亦分产, 古人分产成帝名, 金仁分产但肖争, 古人自污未孝义, 金仁自污争威力, 孝义名高身并容, 威力相争家共青, 安德进居孝涕里, 却把戏墙来溃死。